金牌 金牌坐在這裡不會被蚊子咬啊 單純看看就會很開心 我覺得他的品項很少啊 可以用來健身的道具 我就會忍不住興奮起來啊 哈哈 你要這個嗎 糟糕我忘記這裡面是什麼了 我下午包的 啊是家具 裝熊熊啊對 我想說他如果是這種成熟型的 還是會喜歡熊熊嗎 所以還是包給他了 真的嗎好像很高興 送禮圖案夏威夷襯衫 OK我好像沒有 這個桌上應該可以擺個什麼吧 水果籃之類的嗎 像軟糖一樣他也會把水果籃擺在桌上嗎 如果會的話就還不錯 如果會的話就還不錯 我倒正在打包行李呢 老實說有點難過 不過笑著送好同伴出門才行呢 這才是我們該做的事啊 說得沒錯 那這就給你吧 哈哈哈哈哈哈 他的房間要被我破壞了 終於 終於也來到這一天了 民族風刺繡罩山 蛤 哇好像也沒這個 喔還不錯啊 還蠻民族風的 學妹 這麼熱趕快把那個換下來 快點拿這個 帶上這個 他的標準是不是很低啊 他的標準是不是很低啊 哇 可愛多了嘛 帶那個針織帽 怎麼那麼喜歡那個針織帽 哈哈哈哈 啊好可愛喔 喔大魚 這是鱸魚嗎 這應該不是鱸魚吧 可能是鱸魚 可能是比 欸鱸魚喔 啊 這樣是西盤魚 哈哈哈哈 啊 學妹這樣好可愛啊 帶這個還不錯 等一下啊 等一下啊 我就說您不能抓我了 去抓靈魂吧 欸 欸 欸 什麼 你是貓嗎 不行 那是艷厚的特權 喔 很可愛 很可愛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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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阿!他的蟲又拿出來了! 哇欸!你就這麼喜歡蟲子嗎? 而且他兩個播放器都放音樂 反而有一種立體聲的感覺 哇!而且好大聲喔! 這你的! 還不錯只是好像弄到你的眼睛了 眼睛太大了也是一種困擾 還蠻可愛的 拉拉隊就驗吼!耶! 哈姆就要離開做做打了 第一次看到很少看到他兇狠眼神 今天怎麼會沒什麼好播報的 好勒! 不知道你有沒有 沒有! 減賠啦! 我從以前就很喜歡帶亮晶晶的東西在身上 而且我會在手機上加一堆無味的裝飾 因為我的死檔們大家都是這樣嘛 硬把所有東西弄得閃閃發亮 但不知道為什麼身上穿的是運動三力 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好害羞 有大姐姐的過去嗎? 大姐姐型的過去是這樣 不知道我有沒有這什麼 漂亮的名畫 好像有了 哈哈!我不是昨天才有 哈哈哈哈哈哈 只好再寄回去給他了 感謝你 OK 雖然湯姆離開了 但是梅利諾來啦 啊原來不是喔 原來他還要一天喔 喔原來如此 哈哈哈哈 我還以為今天他就來了勒 這樣也算合理啦 這樣子 星寶島上就沒有自戀型的啦 但是自戀型的 有超人氣的捷克阿 我怎麼可能會不知道 只是 我的目標都是 都是成熟型的耶 還有那個 那個 法蘭奇亞 還有美玲阿 都也是成熟型的 不知道為什麼成熟型的動物都超可愛的 是怎樣 唉 不過就算誰走了 都會很不捨阿 都會很不捨阿 居然 這兩個他真的有這麼愛嗎 而且這個又出來了 為什麼 你寧可把花放在地上 也不要放個椅子 為什麼 哈哈哈哈 為什麼 咽嚇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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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竟然這麼早跑到外面來 散步之後痛快喝上一杯真是太棒了 什麼 早上就喝酒 嗯 哇 梅莉諾欸 好可愛喔 我馬上就搬過來這裡了唷 這島真是漂亮 我一眼就喜歡上這個地方了 太好了 真的好好感謝你邀請我搬來這裡呢 我會在今天之內把東西整理好 從明天開始我們去親近的玩吧 是的唷 他有一個很奇怪的瀏海 我還蠻喜歡的 真的很可愛 可惡阿 算湯姆搬走不捨 但是 梅莉諾真的好可愛 三個成熟型的好像也太多了 但是沒辦法 被發現了嗎 你是之前有陰影了嗎 放心啦 我已經把它又挖起來了啦 真的 是的 不要擔心嘛 沒有啦 喔 哇 哇 那什麼東西 怎麼那麼大一個 哇 大理石欸 島式廚房 哇 17萬 好貴阿 這東西也好大喔 呃 感覺不買有點可惜 還是來買吧 可是等一下再來買 天后想要這個嗎 這個我用得到嗎 不過我心裡又有個聲音說我沒買到肯定會後悔 超讚的 下個小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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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他的臉啦 看不到他的臉超討厭的 那就給你嘛 可是我怕他又放在家裡 好啦還是給你啦 要不要放在家裡是你的自由 我也不會限制你 西裝 灰色的 可是我的褲子 好啦 他終於把上個乳清蛋白都擺在桌上了 這個是我送他的嗎 好像是齁 循環扇也擺出來了 不要一直盯著看啦 我的秘密可能沒有藏在那種地方喔 哇耶 你的秘密就是 喝了 三大罐的乳清蛋白才有你的肌肉嗎 雖然你看起來沒什麼肌肉 原來這個扇子不會轉啊 這個電扇不會轉 我還以為他會上下擺動之類的 他的床完全不見了 只能睡這個睡袋 奇怪怎麼這麼多人不在家 大家都跑到哪去了 蘇餅在這 喔 尼加利在這 突然都出現了 喔 尼加利終於進 進咖啡店了 喔 然後他出咖啡店了 因為他只切西瓜而已 阿 艷后跑到這裡來耶 好遠喔 艷后 對方還在整理行李之內 會不會給人家添麻煩啊 的確會 而且我常常去拜訪他 我常常去拜訪在整理行李的人 果然是很麻煩啊 果然是會麻煩到別人 果然是會麻煩到別人 夏天穿這個會不會太熱 搬家真的是很多地方都要花錢 你後悔了嗎 為了打造理想中的新家 多煩惱一些也是很快樂的 那太好了 恩恩 那太好了 你已經跟今天搬來的新同伴聊過天了嗎 聊囉 我打算跟新同伴聊很多很多話 成為對方最好的朋友 好 要趕快開始行動了是吧 然後就坐在地上看漫畫 從今天起 新寶島上又有新同伴要搬過來了 那個人剛搬過來應該會有點不安吧 所以我打算之後去那個人家拜訪一下 你也去跟人家打聲招呼吧 矮兒 老實說 我的行動力比你們都還強太多啦 我在做家事的時候 有時候會犯下一些奇怪的事物啊 比方說 前陣子我努力做了料理 試吃一口才發現超級甜的 看來我應該是把砂糖跟鹽搞錯了 竟然犯這種經典失誤 厲害到我自己都笑啦 既然都要失敗 我就該失敗的誇張一點 像是誤把巧克力當成咖哩塊去煮 這樣才可能生出新的料理點子啊 唉唷 你有做什麼新的菜最好都不要給我吃 你去拿給酥餅吃吧 好看耶 她穿這個好看耶 長度也剛好 雖然現在晚上好像看不太清楚 不要給我錢啊 但是她穿這個很好看耶 衣架子耶 衣架子你家裡 游泳池裡面有大牆 好大的魚喔 這傢伙不簡單 欸 欸 怎麼紅的啊 有點拿錯顏色 本來要拿綠的 欸 不過紅的也還OK吧 紅的也還OK吧 貓 你們轉到正面一下 好難喔 學美轉到正面 不行 他不聽話了 可惡啊 算了 明天 明天白天再看好了 除非他明天就不穿了 用戶 一直到 從下午到晚上都待在這裡耶 有這麼喜歡這裡嗎 真是放鬆 只要一坐下來 腳就好像生根了一樣 動都不想動了 好大的魚啊 2 啊 啊 我又來啦 你還在掃 整理完搬家的東西還有這個房間之後事情就都結束了 接下來得努力完成最後階段才行 以前我的3DS島上 也有一隻羊欸 是臉黑黑的那隻 梅亞利史還是梅利亞史 我覺得他也很可愛欸 雖然他臉看起來超級黑的 像暗影羊 但是還是很可愛 羊 羊 穿衣服不是很好看 但整體來說還是很可愛 喔 你在做什麼 稻草人欸 啊 我好像會了 算這個還蠻稀有的 的感覺 啊對 我會了 我曾經做過喔 好喔 奇怪了 他還蠻喜歡這個顏色的那個 休閒西裝的 我想說他不喜歡這個顏色 為什麼常常看到他穿這個顏色 今天要給你這個 欸 欸 不對 我還沒包起來 等一下 你給我的這件西裝衛套穿起來很舒服 我很中意 剛剛才在講 難道他們真的聽得懂 看起來比平常還要像個好男人 原來約翰你真的是 壓拉那一嘎 來 沒錯 沒錯 欸 還蠻帥的阿 為什麼都是錢呢 好男人 運氣 看起來 所有相機 看起來 節目 你 zitten 做自己看著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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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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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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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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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豬船捏 好香喔 阿山豬豬謝謝你 機長服欸 拿到機長服還不錯 學美穿這個 可惜他不是穿昨天給他的迷幻貓咪 然後他是不是卡住了 喔沒有 他只是不知道要去哪裡而已 好像真的卡住了 他說我就像是封信子一樣 沒想到有人會這麼說真高興 金牌別人怎麼叫你你會讓你覺得高興呢 如果是我的話 應該是說我像學長吧 原來金牌想要當學長阿 學美的學長 就算只有一次也好 真想被人叫叫看學長而不是什麼先生阿 咦 只要這樣就行了嗎 那 學長 金牌學長 哇 這樣會讓我莫名緊張阿 好 學美 我要請你吃拉麵 哇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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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找不到梅莉諾是因為在這裡 哈哈哈哈 我真想 哈哈 既然不是大家去找你了 是先 你先來找別人了 只要待在軟堂的房間 就會覺得整個人的精神都煥然一新了 感覺就像能量景點一樣 軟堂把那個收音機收起來了 這樣就沒有音樂了 今天梅莉諾也一起過來玩了呢 早知道大家都會來 我應該事先多做點蜂蜜蛋糕的 軟堂的房間待起來很舒服 所以不管來玩幾次都不會膩 你也才剛來而已吧 果然房間能不能佈置的感到讓人放鬆 才是最重要的關鍵吧 是的唷 的確 這邊踩起來很軟的感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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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梅莉諾 才剛來就交到新朋友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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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好好玩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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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連大頭菜這件事情都可以傳開 雖然我也很喜歡大頭菜但總是把他放到爛掉 - 簡直就是爆血天物呢 - 為什麼要把他放到爛掉 - 它又傳回這一件 你怎麼這麼愛這一件啊 - 明明就不是你愛的顏色捏 - 你今天吃的蔬菜量達到建議攝取量了嗎 - 怎麼會話題是這個 - 還沒耶 - 但大家常說每天應該多吃蔬菜 - 但其實還蠻難貫徹的 - 這樣我就覺得一口一口吃很麻煩 - 所以每天早上打成蔬果汁喝掉 - 你真的是老人耶 - 你是不是要處理殘渣又要清理果汁機 - 又是兩莊麻煩事了 - 有夠老人的 約翰 - 你從曹曼那買進了大量的大頭菜沒錯吧 - 要是因此漲價可就皆大歡喜啦 - 別讓他們腐爛了 - 就算漲價 要是大頭菜腐爛了 - 可就賠了富兵 - 賠了富人又折兵啦 - 可惡他怎麼這麼喜歡這一件啦 - 我的重點倒是在這裡 - 可惡耶 - 其他的衣服都不要了嗎 - 連他的衣櫃也不見了 - 我給他的衣櫃也不見了 - 海浪日式棉袄外套 - 這好像不錯看 - 喔 - 喔不錯不錯不錯 - 還有什麼 - 出橫紋褲 - 提爾洛吊帶褲 - 提爾洛吊帶褲 - 蛤蝴蝶結草帽 - 竟然還有這種的 - 哇ो這個還蠻好看 - 哇O這個還蠻好看 - 雞肉 - 租特 好 這樣吧 倉庫又要爆啦 喔 他回家了 梅莉諾 為什麼一進來就有一件衣服放在這裡 哇 還有大提琴阿 哇 他家好有品味 這裡為什麼是空的阿 這裡應該還會再放一個東西吧 我好感動喔 是的唷 我穿這件毛球毛衣會不會有點太可愛啦 但是我就是沒辦法不穿這麼可愛的衣服呢 我覺得這一定是本能吧 是的唷 所以他喜歡可愛的衣服就對了 好喔 大提琴 我就不盡想起許多往事 呵呵呵 雖然我也知道有一天要放手 但我還想多看看他 沒什麼我只是說說而已 是怎樣 彈得不好嗎 譬如說 上台表演的時候出錯了之類的 還有樂譜耶 感覺這個角落可以放一個 留聲機之類的吧 之後我再送你好了 但是我怕他放在別的地方就是了 要不然這個角落這樣空空的好奇怪阿 梅莉諾真的好可愛喔 今天是星期一唷 因為我昨天有好好的休息 今天的膚況很不錯呢 問題是這樣好的膚況 不知道能維持到星期幾 是的唷 我喜歡他那奇怪的瀏海 他家該待起來倒是很舒服的感覺 又來 又跟我獻我送你給你的 太好了 穿起來白白圓圓的感覺更加強烈 蛤 我想展現我的健美身材 所以還是最推崇裸體就是了 哇耶 好阿 那你就給我裸體出門阿 你又穿回這一件 你有這麼喜歡這一件阿 你會對自己的東西產生感情嗎 聽起來有點像在說教 但難得剛好聊到這個你就聽聽吧 你聽過萬物皆有靈這個說法嗎 如果有東西用完不需要了 就吐死狗膨 毫不留情的丟掉 我覺得實在太冷酷啦 真正能幹的人就該試著進行加工 然後替他準備好事業的第二春阿 可是很麻煩耶 哈哈哈哈 我的秘密筆基本失蹤了 不管我怎麼找都找不到阿 蛤 裡面寫了一點都不像我會寫的東西 比方說超丟臉的獅之類的 比方說超丟臉的獅之類的 要是被別人看到就糟了阿 那可不妙吧 我幫你找吧 是嗎 好 既然有任務了 還蠻難得的 奇怪 驗后這麼喜歡這裡阿 最近幾天都待在這裡 阿在那裡 為什麼會跑到那裡去 偷看的話會怎麼樣 會減低好感度嗎 還是不要亂看阿 可是好好奇阿 是一本滿在回憶的舊筆記本 最後一頁寫幾個正字 是在記錄什麼的數量嗎 蛤 數量 來啦 我找到囉 這就是我的秘密筆記本阿 記事本阿 這下得救啦 真是謝謝你 雖然算不上什麼謝禮 浴袍 我可是很下心花了一大筆錢喔 蛤 浴袍 這東西不是才幾百塊 粉紅色浴袍 粉紅色浴袍 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呵 蛤 更重要的是 經營這家店的姐妹很有品味 這樣才能牢牢的抓住我的心 是吧 可是你的衣服都是我送的耶 沒有自己去買過嗎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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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骨子裡就是一個愛打扮的人 所以常常會不自覺的打開他來欣賞 雖然我也常常打開冰箱啦 什麼...什麼個什麼啊 根本是為我量身打造所以才能穿搭的這麼好看 是還蠻好看的 原本的行程突然空下來你會想做什麼 讓自己好好放鬆 也決定很果斷了不過這樣的時間也是必要的對吧 現在才注意他穿了一個吊嘎 連開心的事都無法享受了 偶爾也要放鬆身心 放鬆要兼顧形象才行 真真麻煩啊 穿一個吊嘎 那金律連續了三天的行程 梅利諾加入了星寶島的行列 總算也是暗定下來了 雖然現在島上有三隻成熟型的 是重複性有點高 但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這集的內容差不多都在聊天吧 這集也是聊天大師 總之就是看看這些可愛的動物們 有什麼話要說 其實他們到現在還是有一些新的對話會開出來 可是我覺得還蠻驚訝的 不管怎麼說 這一集的動物之聲就先玩到這裡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大家掰掰